新北市中和警方或会以乐华夜市为据点的暴力讨债集团 不但释放高利贷经营职棒迁堵还聚重闹事街头斗殴 有被害人呢躲进超商被打趴在地 在周末睽睽之下还把被害人拖出超商继续通殴 也不管遍地商店里头人来人往 五六名年轻人直接冲了进去 拿起手里的安全帽这个被害人就是一阵猛打 被害人被打到趴在地上站不起来 爬到店员旁边去求救 没想到这群年轻人还试图把被害人拖出去 行径十分嚣张 幸好冷静的女店员及时阻止并且立刻报警 新北市中和警方获报 有帮派分子以乐华夜市作为根据地 进行暴力讨债及职棒迁堵 帮派成员不仅聚重姿势 为了抢地盘还在街头斗殴 有被害人被砍了好多刀 到现在还在家户病房观察 在查获的十四位当中 有三位是未成年 我们暴力讨债以后 都离家出走 不敢回家 警方经过半年的布宪 终于逮捕了十四名犯罪集团的成员 也希望受害的民众能够勇敢出面执任